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胖哥 如果是在平台上收看我视频的朋友 就是麻烦点个订阅关注一下 最近呢,这两天呢 精通又有点神经病 罚款特别严重 就是今年以来针对这些平台的一些罚款的问题 我觉得会是拼多多没有精通严重 而且阿里也没有精通严重 精通特别严重 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有一个精通店铺是珠宝的一个拼购店 售假 就是被精通查到售假 他是怎么被精通查到售假呢 就是他写了一个 他标题上带有一个那个大品牌 斯华肉丝旗 斯华肉丝旗呢 然后直接这个店铺就给他售假100分 我们都知道精通是如果说你出售假冒商品被扣100分 那是要被罚100万的 被罚100万 然后他这个店铺下面 就是这个法人下面有好多个店铺 好多个店铺相当于光是有一个车品店 有一个专营店 有一个礼品店 这些保证金加起来就有12万 然后还有一些苹果店零零散散的 加起来就有20万 然后还有一些货款 加起来就有差不多30万 等于说现在呢30万就基本上拿不回来了 而且这个法人其他的就是店铺下面的其他的那些公司店铺可能还会受关联 这个就是我之前呢一直跟很多朋友说 我说理论上是一个执照是可以无限开店铺对吧 但是我是说这个你们最好开两三个店铺就可以了 不要关联那么多 不然到时候如果说售假的话 所有的一线关联到就很麻烦 对吧 那现在呢就他就差不多有30万 就是搞不出来 就是现在啊要要罚他就售假 就如果说是严重违规的话 他只罚一个店铺的保证金 他是现在是出售假话商品 就相对来说比较严重 特别严重哈 这个 然后呢就是昨天他又告诉我说啊 就是又发布了一个个户了 就是跟医疗用品有关的啊 也是被扣了25分罚了1万 这一下子就搞了几十万去了 就是之前很多朋友就问我 如果说像口罩医疗用品之类可不可以卖 我也是说建议不要卖因为最近这种分口 结之前啊先打电话给客户 就是就是给客户打电话就让他们赶紧欠人收获 把剩下的货款赶紧转出来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套保证金就是可能他这个下面的保证金比较多自己发布一个我们都知道金钟的规则 比如说像发货他不及时他可以赔30%你1500的话可以赔500 这个是第二条就是急救的第二条 第三条呢就是自己上一个货 就是比如说上一个一万两万或者上个几万的货 然后切人收获赶紧把钱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那边再申请售货 用小号在申请售货 然后套点保证金亏一些点 现在呢我给他出了方法就这三个 然后他也不是很敢弄 但是我让他尽快的去搞 因为毕竟是30万 对很多人来说30万可能就一夜破产了 对不对 但是他毕竟还是说稍微有点实力的 所以说我给他出了几个方法 让他们赶紧去补救一下 如果说你们有在做京东做那个就是珠宝店的 这两天也赶紧检查一下 因为这几天罚款比较严重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打赏一块钱就可以致嫌我一次问题 也可以获得一套价值1998的免费淘宝货员教程 打赏199的我直接送你一个进群的名额 可以跟我催一年的牛逼 好我们请你有现在已经有80多个朋友 好了拜拜